好的组织人 我现在测试一下云音连接和这个视频 这个桌面 大家现在是否都能看到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你可以开始 好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大陆软件公司的高级开发共同师薛松 从事的是通信行业的业务支撑系统的开发 本篇 本篇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Apache Pasa在某电信运营商机会系统中的应用 本篇的主要内容包括 新大陆软件公司的简介 机会系统的架构 为什么选择Pasa Pasa在机会系统中的应用和实践 以及未来规划几个章节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新大陆软件公司 新大陆软件的核心技术是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 并以运营商智慧中台建设 大数据运营服务为发展方向 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公司采用 Developes和敏捷开发实践 结合开源和自研 达到最有的云原生PAS平台 大数据 AR等平台机产品 为各类业务运营商提供 全方位电信级端到端的数据运营服务 和信息化解决方案 新大陆软件公司的主要产品 包括BOS业务支撑系统 大数据行业应用 PAS基础平台 以及移动互联网和企业信息化应用的产品等等 下面我们先介绍一下计费系统 计费系统就是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 产生流量语音或转信的化单 结合用户定做的自费套单 进行费用的计算的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个页面我们看到的是 当前的计费系统的架构 计费系统主要包含了两大模块 分别是计费和账户 在计费系统中有预处理 批价扣款 计费累积 清单分发等模块 目前的计费系统中采用的是 文件和NTOMQ作为存储的介质 计费系统的核心在于应用的服务化 基于消息的处理架构 支持混合硬件架构 以及NAS磁盘共享层储在模块之间进行数据的交换 当前的计费系统面临了一些挑战 主要表现为百量数据的处理 随着5G大规模上用 消息化单量持续的暴增 使得计费系统的处理压力大幅增加 客户感知要求更高 5G流量使用更快 用户对流量费用更为敏感 业务部门要求系统进一步挺升 业务部门要求系统进一步挺升 然后是硬件资源的不断投入 随着业务量的增加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 硬件资源成本也是不断的增加 为什么选择PATA 这位系统的一致性要求 保证必须不能够丢单 不重担 低延迟的要求 要求消息队列能够平滑的响应 快速扩容 水平伸缩 海量存储要求 5G流量时代 要求消息队列具备海量存储的能力 在寄费系统中我们主要使用了PATA的六大特性 分别是SKEMA 分层存储 单个是函数计算 存储与计算分离 跨地域复制和运维交付能力 在业务真正中系统中 已经在使用的消息队列包括 卡夫卡 Zockit MQ 我们根据对消息队列的使用和测试做了如下比较 但综合考虑GV系统中更加关注对事务性的支持 扩展性和存储量 根据比较的结果 我们确定了PATA更加符合计费场景的需求 下面要介绍的是基于PATA流言声构建的新一代的计费系统的架构 基于PATA构建的新一代业务支撑系统 核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分别是以PATA为核心的流言声技术框架 和以ServiceMOS为核心的微服务框架 在新一代业务支撑系统中 画单从网源采集下来 经过理线接入网关 将画单文件转换为消息发送到PATA集群 在GV的中间处理环节中 不在落地为画单文件 这样可以减少了磁盘IO的使用率 并且降低了对系统硬件资源的一个压力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 在使用PATA集群时 对TOPIC的规划 这份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和模块组成的 层级复杂多变 在业务系统中使用PATA集群时 为了能够清晰的管理TOPIC 我们根据业务的需要 按照系统名称 模块名称 地式编码等条件 来创建租户 NEMSPACE和TOPIC 实现一个资源隔离的效果 下面要介绍的是PATA schema 在GV系统中的应用 引入Skima特性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提供统一的消息结构体 另外一个是在使用PATA集群的时候 要求消息 以Skima的结构 存储在TOPIC中 这样才能被PATA集群识别 我们根据业务需要 定义了一个NLMessage的结构体 里面记录了GV化单需要的数据信息 在消息处理的过程中 统一标准化 避免了在读写消息时 重复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带来冗余的工作 下面要介绍的是PATA Function 在GV系统中的应用 在GV系统中 我们使用Function作为流处理框架 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Function是一个轻量级的流计算引擎 无需部署第三方流处理框架 它的热发布能力 能够快速更新业务处理逻辑 水平扩展并发数 提升Function的分除量 我们在使用FunctionWork的时候 让FunctionWork与Broker分离部署 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 为了降低集群服务 Broker对Work进程的偶合度 减少客户端与Broker交互时的负载 对Work集群的影响 而且可以水平扩展Work集群 Work可以独立部署在其他的主机上 根据业务需要 可以实施水平扩展Work集群服务 提升系统的吞吐量 在Work集群中 可以使用进程或者线程模式 而且我们在使用Function的时候 也发现一些问题 就是在创建和更新Function的时候 FunctionWork的主机的CPU会顺时飙升 如果Broker与FunctionWork在同一台主机上 那这样会对Broker的GC和负载 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分析的原因主要是分为两点 一个是在创建和更新的时候 下载 Function架包的时候 造成了一个CPU标升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创建消费者 从Work集群中 去读取偏向量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CPU的标升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要避免Function使用全量包 也就是一个胖包 我们将Function的依赖的架包 都部署到每一个FunctionWork所在的 Instance依赖的目录 下面要介绍的是 Function的处理语义保证 Function支持三种处理语义 保证语义 分别是制多一次 制少一次和尤其仅有一次 制多一次在FunctionSync 输出异常的时候 会造成消息的丢失 尤其仅有一次 使用的是消费者的待备模式 在水平扩展并发数上 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我们选择了 至少一次的处理保证语义 下面要介绍的是 当时运行时的状态 当时提供了三种运行时模式 在计费系统中 我们选择了进程模式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点是资源隔离 进程模式是将翻射握可与实力进程之间的 进程模式是将翻射握可与实力之间 以进程的方式实现 资源隔离 其次是内加载隔离 翻射握可和实力使用不同的内加载器 然后是日资输出 在现成模式中 实力的日资都输出到了 翻射握可的日资文件中 这样就不能很好地 去分每个实力自己的日资信息 而进程模式是每个实力 都会创建一个日资目录 这样能够清晰地看到 每个实力的日资信息 下面要介绍的是如何发布翻射 翻射的发布工作是使用创建和更新翻射来实现 在发布的时候 指定业务架包 翻射处理类 输入输出topic等 在使用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 在执行更新的时候 输入topic的订阅关系 不会被删除 更新之后 接着之前的偏量位置继续消费 在使用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有些属性在更新的时候 是不允许被修改的 比如ATK机制 输入topic等等 当我们要下线某个翻射程的时候 我们根据翻射程的名称 将其删除 这个时候输入的topic的订阅关系也会被立即删除 在删除的这段时间内 如果再次创建翻射程 它是从topic消息的最新的位置开始消费 在这删除的过程中 如果有新写入的消息 不会被原有的订阅关系 接着原来的位置进行消费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分层存储在计费系统中的应用 PASA分层存储是支持了S3 GCS文件系统作为长期存储 在计费系统中选择了 哈喽普文件系统作为长期存储 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个是安全角度 机会的数据敏感 必须放在所有云或者传统的存储引擎上 第二个是成本角度 哈喽普具有成本低 扩容浓力强 高效率 多负本的可靠性保证等特点 并通过新大陆软件的大数据管理平台 统一提供服务 能够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 下面要介绍的是PASA Circle的使用 在使用PASA Circle之前 我们对Prestal也做了专项研究 它是一个内存计算的带线分析引擎 在PASA Circle中集成了Prestal 使得Prestal可以将PASA Topic的数据 与其他的存储进行聚合分析 同时在使用PASA Circle的时候 要求Topic使用PASA Schema的特性 这也就是我们在之前提到的 Schema特性处理的使用的一个条件 然后将消息以阶层结构体 存储在Topic中 在部署的时候 我们建议将Prestal服务进程 与Blocker和Bookkeeper进程 部署在不同的机器上 这样可以减少Prestal在运营时 占用认识对PASA服务的影响 而且我们之前在使用Prestal的时候 也会发现Prestal对于精确查询 会做一个会有一个数据倾写的过程 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用Count Distinct 这个语义的话 这个语法我们会遇到 它将Facebook式 它会将所有的数据 会拉到一个Prestal Work节点上 进行处理这样的话 就会造成单节点GVM内存的压力 下面要介绍的是 我们在使用Prestal时 遇到的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Book Keep节点内存溢出 为了提高Book Keep消息的读写性能 Prestal采用了对外内存的方式 在测试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使用Prestal的默认的配置 经常会出现Book Keep节点内存溢出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根据业务需要的情况 调整了对外内存的配置和Catch等算术 优化了Prestal内存的配置 第二点是立开断联导致Prestal进程退出 因为Prestal的核心组件是Broker 而且他们对ZK有很强的依赖 Broker与Broker作为ZK的客户端 与ZK的服务端频繁的交互 如果ZK的连接超时 Broker与Broker会发生异常退出 因此设置合理的ZK连接参数 是至关重要的 对此我们根据主机的资源情况 修改了ZK的连接超时属性 让超时时间大于Prestal服务的GC时间 保证ZK连接的可用性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Prestal在机会系统中 在机会系统中运行的状态 经过了一段时间 对Prestal集群的状态的监控 我们发现Prestal集群 能够稳定地运行 经受住化单盲时的洪峰考验 在我们的Prestal集群中 Topic数量有2000个以上 峰值的KPS能达到500万以上 累计接入的应用达到500万个以上 下面要介绍的是Prestal的监控 Prestal自带了Dashboard 可以对Block,Book Keep,Zone Keep 集群和Topic等维度进行监控和分析 方便了运维管理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未来使用 我们计划在后续的机会系统中 才用Flink加Prestal的这种方式 构建流批一体化的实时机会引擎 下面是我们对Prestal的一些建议 第一点是建议Function添加手工Rebalance功能 目前FunctionWork进程如果挂掉的话 通过这个FunctionWorkfog出来的实力 会负载到其他的FunctionWork运主机上 但是当恢复原有的FunctionWork的进程之后 对于已经负载到其他主机的实力上 对于已经负载到其他主机的实力 不会重新负载过来 在这使用的过程中 我们是希望当我们的 化掉的FunctionWork化掉之后 化掉然后恢复之后 能够重新负载过来 第二点是建议Parta集群部署 配置能够更加简单化 因为Parta采用的是 计算与存储分离的架构 也就是Block People和Broker组件的配置项都会比较多 这样给部署和运维带来了一定的复杂度 像内存溢出 ZK锻炼等导致进程退出的问题 如何根据主机的硬件资源 性能提供一份合理的配置 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提高部署的效率 我们建议对配置管理做一定的优化 下面是QA环节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做出提问 感谢薛松同学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在那个chat里面 那个提问 就是按照业务主级来那个扩大使用规模 目前的话 我们是在某电线运营商中使用的是 在某电线运营商的RMS的业务中 开始使用这个Parta的这个分布式消息对立和流处理引擎 然后目前的话 我们的数据量大概一天是50亿左右 这50亿指的是划单数据 在这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RMS机会处理的过程的话 主要是分为了几大模块 分别是零线接入网关 然后是去虫模块 还有一个二分服务 接着是清单分发和想单入库这样一些操作 这样一些进程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针对基于这50亿的数据 然后做了一些那个集群的规划 我们一个集群 是有20个存储和服务节点 也就是Vocable和Block节点 然后我们的应用和 在我们的应用系统中的话 我们是采用了Fankster Work作为流处理 以及一些其他的执行器框架 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应用的介入 在这里面讲 因为我们一个GP系统是在一个省进行部署 也就一个省它大概是十几个地市 每个地市基本上就是 每个地市的划单量总和是50亿左右 也就是RMS的划单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的Fankster Work的进程数 大概是1000多个进程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执行器框架 像生产者或者消费者 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 他们对这个系统的 对他们的业务处理逻辑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们的业务处理延迟是比较低的 这样的话 其他的应用程序大概部署在500个左右 然后我们计划在 后续我们还会在物联网 物联网项目中继续使用 然后会大概物联网的数据规模 大概目前是没有 因为现在物联网的用户量 比这个RMS的业务的数据 相对要小一点 但是它对这个系统的性能要求更高 而且涉及到一些费用计算 还有就是排虫 还有一些分布式的一些处理 所以它对系统的邀请更高 但是它 虽然它那个数据量没有那么多 但是它对集群服务的能力 是不亚于目前这个RMS业务的 目前我们大概就是在RMS和物联网 这些业务上会继续使用 然后后续还会在这个大网的业务上 进行使用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一些 比如说138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大网话段 进行他们所产生的话单流量 然后进行那个业务处理 整个业务数据的规模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谢谢学生同学 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感谢学生同学 然后下一场将在几分钟后开始 我们可能需要切换到新的一个session 谢谢大家 好的 以上就是介绍帕萨在机会系统中的应用 感谢大家 好的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